科幻小说 彼得2.0 原著 彼得与彼得2.0先生 在人类实现永生的道路上 彼得被迫迈出了艰难的一步 他与史蒂芬霍金患有同样的剑冻症 但是却与霍金有着不同的命运和选择 身为知名机器人专家的彼得 试图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让自己活下来 成为世界上第一名赛博格人 截至2022年1月 关于他的最新消息还不断地从出版社发来 这本书记录了彼得的心路历程 由彼得本人与改造后的彼得2.0所撰写而成 与其说是科幻小说 更准确地来说是一部充满传奇和科幻色彩的人物传记 说到改造人 那么大家可以猜想到 故事会往哪个方向发展了 幻海航行 用心讲述每一个故事 这次是真人真事 2017年 57岁的彼得被诊断患有运动神经原病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剑冻人症 对于该病症 目前全球范围内并无对症的药物可以治疗 这种疾病一般会在两三年内夺走人的生命 在医生告知彼得病情的当下 彼得就验证了自己心中最糟糕的预判 因为早期身体多个器官和四肢的异常已经让他有所疑虑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科学家 彼得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竟然自己就是研究如何让机器人造福人类的 而且自己本身就没有多久的寿命 何不在自己身上做个试验呢 比如将自己与机器融为一体 但是剑冻症的发病非常迅速 彼得预计自己从确诊不久后 便会逐渐丧失 行走 说话 吞咽 乃至呼吸的能力 最终他将丧失全部的机体活动 如同史蒂芬霍金一样 最终像一尊雕像一般安静地死去 年轻时期的彼得曾经预计过机器人技术的发展 他认为人类与机器相结合的技术 可能是在2050年左右才会发生的事情 届时才会出现脑机结合等智能产物 但写下这番技术报告的十几年后 他的身体状况就出现了意外 他不得不选择把这种融合提前到来 并在自己身上做实验 所以他的改造计划必须立即实施 庆幸的是他活在21世纪 摆在面前的第一个难题便是医学界的反对 将人体与机器相结合的手术的风险非常之高 而且此前很少有可以参照的案例 极有可能在短暂的手术中 终结掉原本还剩下的两三年寿命 彼得认为人一旦被确诊为见动人症 最可怕的事实在于来自周围群体和家人们的态度 在这项不知之症面前 很多患者被迫会陷入一种异常消极的情绪之中 这种负面情绪会阻碍患者接受余下的治疗 往往提前终结掉患者生命的 是那无法抗拒的死亡压迫感和悲凉的情绪 不过彼得博士对医生的意见嗤之以鼻 因为并没有多少人比他还懂得机器人领域 而且他还有家人的支持与鼓励 他的愿景非常宏大 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赛博格人 所谓赛博格人也是俗称的电子人 是指人体与智能机器相融合的总称 彼得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于是他将自己的想法在网络上公布了出来 这一消息立即引发了网络上的一阵热议 更多的人是抱着看热闹的嘲讽情绪 不过这一消息还真的吸引来了 全球范围内医学和人工智能领域顶尖的专家和团队们 这些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以及研究人员组成了一个跨国公司联合团队 他量身定制 改造机器人所需的零部件 团队成员分别来自英特尔 艾森哲 DXC Technology 等知名大型企业 其中还有当年史蒂芬霍金的设备研发团队 彼得的惊人举动甚至还吸引了英国电视台前来拍摄纪录片 片名就叫人类屯鼠 言下之意便是实验的小白鼠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人体改造计划便开始了 改造项目一 进食和呼吸系统 由于剑动人最终的死因主要集中在进食或呼吸上 所以这两项改造被优先考虑 但是由于彼得博士的病情恶化非常迅速 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便是 肌肉萎缩使他无法独立上洗手间 但好在他的肠胃非常健康 于是他选择了三种侵入式治疗 直接插入胃中的四管 给肠道进行结肠造口术 并对膀胱插入挡尿管 他把这种方法命名为三重造口术 没想到这一方案彻底解决了他如此的难题 三重造口术这一术语 甚至还在当年被写入了英国医学杂志 现在吃饭的问题靠四管解决了 他却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肺活量在快速下降 医疗团队给出最直接的解决方案是切开气管 用特殊工具轻弹 使人恢复正常呼吸 但这种手术方案对免疫力低下的彼得博士来说 风险太大 最终彼得无奈之下选择了切除喉咙 切除喉咙虽然保全了食道和气管 但也意味着彼得再也无法开口说话了 改造项目二 语言系统 由于彼得已经无法开口说话 专家们为他量身打造了一款用AI学习 并预测他说话的机器 当有人与彼得博士对话 他无需像霍金那样用眼神选择词汇 拼凑成句 而是直接在AI为他拟好的应答语中择一发布 为了让别人听上去 不再是机器的冰冷发音 彼得为自己的AI录制了超过60个小时的单词和语句 使之能自由拼凑成有情感有语调的句子 并且翻译软件还能将这些话语翻译成地球上所有的语种 改造项目三 从彼得过渡到彼得2.0 1984年 彼得在自己的著作《机器人革命》中预言到 人类需要解决是否要开发独立存在 或者与人类合作的人工智能 而彼得2.0的诞生 正好证实了 协同AI是人类应用人工智能的正确道路 现在的彼得 呼吸 近视和语言表达都不成问题 另外值得庆幸的是 彼得的大脑还一切正常 那么接下来将开始最重要的改造 将自己升级为彼得2.0 开始首次尝试脱离躯体而存在 通过强大的AI面部捕捉技术 科研人员为彼得建造了一套存在于电脑中的面部系统 可以根据他的情绪波动来实现面部表情的变化 并通过AI合成语音与外界交流 另外 这些数据也帮助其建立了人格保持系统 使他不再受见动症的发展而丧失面部表情 有了这个真实而虚拟的头像 并能够正常呼吸和进食 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彼得取得了第一部成功 现在 彼得已经向真正意义上的机器人方向发展了 在彼得写就 彼得2.0 这本小说的过程中 到了后半部分 彼得自身的机能 已经丧失了能动性 余下内容是由彼得2.0 借助人工智能完成的 但是对于彼得而言 改造的计划才刚刚开始 目前的实验和改造还在进行之中 现在阶段的各项手术的完成 已经保证了彼得拥有更长的寿命 更多的专业团队加入到彼得的计划之中 真正意义上的改造才刚刚开始 彼得的最终夕愿便是精神永生 意识永生 禁锢他的躯体在他看来是暂时的 如果按照目前自己的状态 能够存活到20年后 届时的人工智能 必定会以更先进的面貌 来承载自己的思想 而躯体 则可以是更为强大的机械身躯 现阶段的人工智能技术 每过两年性能指数便会翻一番 受益于电子游戏和虚拟现实的迅速发展 像他这样的人群 也许会在那个时候 以高分辨率的形态 存在于虚拟空间之中 从而重获自由 甚至实现永生 按照彼得的预计 脑机结合技术可能不到20年 便会全面超越眼球追踪捕捉技术 自那以后 任何有异者 都会与人工智能相连 实现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完美融合 所以彼得必须活得更久 才能参与其中 而为了这一天的到来 彼得无时不刻 都在与病魔做着抗争 在小说的结尾 彼得也畅想了未来 彼得3.0版 生存于电脑系统中的情况 那时的他 已经完全脱离了肉身的桎梏 意识存在于无形的网络之中 他自由地飞翔在天地之间 去探索宇宙万物 彼得的改造计划 还留下了一项对医学界的重大贡献 他呼吁相关组织 关注运动神经元病症群体 虽然该病症的发病概率很低 大约为三百分之一 但放置于全球尺度 依然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 他生平接触过不少运动神经元病症患者 不过大多数都在年轻时期 就早早离开人世 彼得会议自己的发病过程是这样的 在最初的时候 自己的右脚突然在一天 无法正常扭动了 并伴有时不时的抽搐 最初 这些迹象被彼得忽略了 随着病情的加剧 彼得的右脚的肌肉 开始变得僵硬 医生初步诊断为神经元病变 在一番详细检查之后 医生的报告初步排除了 见动人症的可能 但是 彼得的症状发展很迅速 短短八个月时间 他的双腿便慢慢瘫痪 而几乎所有可能的病因 都被一一排除 脑部和脊椎的核磁共振扫描 无异常 血液检测正常 基因检测和视觉诱发电位 无异常 躯体感觉诱发电位 均显示正常 还除掉所有的可能 唯一的可能便是 原发性 厕所硬化 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 运动神经元病 大多为良性 但是彼得 没有逃过此结 他的症状 足以致命 言下之意 他的大脑中 部分神经区域 正在慢慢瘫痪 这种神经区域的瘫痪 会造成运动神经元脱落 进而引发肌肉萎缩 肌肉萎缩若不加以干涉 最终患者会因无法进食或呼吸 而失去生命 多数患者会瘫痪 进而失去行动自由 这时候患者会面临来自四面八方巨大的神经压力 彼得在一夜之间明白了那些无法自由行走的老人的孤独感 而自己全身僵硬 仅剩下大脑 可以胡思乱想 他也想到了正面的案例 史蒂芬霍金 但是很明显 自己无法比霍金更富有 能负担起昂贵的 全天候的医护费用 霍金从1985年便开始使用呼吸机 并配备有顶尖的医护团队 直到彼得将自己的想法在网络上公布后 很多此类患者早早地离开人世 这在彼得看来 也许是并未对症治疗 并未采取技术性疗法 也或许是无法负担起昂贵的医护费用 彼得更倾向于是后者的可能 该病症如果加以适当的治疗 运动神经原病会变得更像是慢性疾病 而非绝症 这便是彼得的贡献之一 将自己对该病症的研究 与自己团队的研究成果供世人参考 也成立了相关基金 用21世纪的科技来为医学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截止2022年1月 彼得本人目前一切正常 可以正常回复外界发来的邮件 我们呢 也和出版社取得了联系 如果有关于彼得本人的消息 我们会第一时间告知大家 至于未来会怎样 彼得的最终夙愿是否能成功 让我们拭目以待 网络上有很多人抨击彼得是科技狂人 认为他是在作秀 因为现在的他看起来已经不再像是个人类 那按照彼得自己的话来说 从统计学意而言 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但彼得对这些评价毫不介意 在彼得的网站里 不乏知晓他的故事 慕名而来的粉丝 他们为彼得博士 惊人的改造计划 和顽强的生命力而祝福 我困在这里 只是因为身体的限制 您不知道 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虚拟现实上 这有多自由 我突然又可以走路了 我还可以去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 当然 您也可以 我只是有机会 先去一些地方吧 面对记者 彼得博士笑着说道 总有一天 你也会在那里的